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宝的英语教室 Welcome to my English Studio 那耳朵很灵力的同学就发现 小宝老师今天生日特别有磁性嘛 没错 因为小宝老师又感冒了 所以在这里给大家一个贴心的提醒 尤其是三四月份天气的病患非常剧烈 所以大家自己跟小孩都要注意 多休息多喝水 然后不要穿得太少 尽量防止感冒 好 那废话不多说 现在我们赶紧的来进入今天的课程内容当中吧 首先先来复习一下上节课的课程 咱们上节课学了哪些东西呢 简单来说就是MSR 什么叫MSR呢 就是避动词 那避动词是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简单来讲避动词在中文当中的意思呢 就表示在或者是 就是在进行某种动作或者现在属于某种状态的这个意思 也就是说它可以理解为中文当中的在或者是是 那么基本型呢 有三种就是我刚刚说的MSR 为什么有三种呢 就是因为它第三 它有个特点 什么呢 就是它根据这个句子的人称 以及它这个单复数 它会这个避动词的这个用法呢 就是避动词是不一样的避动词 应该用不一样的避动词 所以说基本型是MSR 那要根据怎样的人称来这个判断 应该用哪一个避动词呢 那这里呢 我简单的跟大家复习一下上节课的内容啊 也就是简单来讲呢 就是我们先不考虑复数 这只看单数就是所谓的第一人称我 第二人称你 以及第三人称啊 就是看不见其他人 有点可怕 不是看不见其他人 第三人称是其他人 他的这种感觉 那第一人称的话呢 就是I 所以后面要加M 就是刚刚说的基本型当中 第一个M 就是那连起来就是I'm 就是I am 也就是I'm 那第二个就是你 You You的话呢 后面接的那个避动词是R 所以连起来是You are You are 表示你是 比如说你很可爱 You are so cute 不然是你很可爱的意思 那第三个的话呢 这个是跟中文是一样的 因为中文当中也有丹人旁的他 女子旁的他 以及无性别的宝盖族的他嘛 那所以这个当中呢就是he she it 那这三个他呢 接的避动词都是is 那这个后面连起来就是his she is and it 最后来看复数 复数他这个时候就不分第一人称 第二人称第三人称 所有他只要是复数 比如说我们你们他们 后面的避动词都是R 记住了啊 那这个在什么人称的情况下 应该用什么样的避动词呢 就是咱们上节课讲的内容 到这里为止呢 就复习结束了 接下来咱们来看这一节课的内容 这节课讲什么呢 就是讲英语中的那些问题 并不是说英语中英语有哪些问题 我的意思是说用英语应该怎么来提问 那其实这个也跟之前的课程是连在一起的啊 那么首先呢一种就是所谓的可以用是或不是 就是用yes or no来回答的问题 叫什么呢 就是一般疑问句 这个地方叫general questions 他是可以用yes or no来回答的问题 所以他也可以叫做yes or no questions 这个地方呢也是咱们之前讲过的 那我小宝老师也就不着重讲这个部分了 他的这个结构呢 我希望大家还没有忘记啊 咱们在这个语法第一课当中就有提过 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构呢 是避动词提前后面加主语 比如说这个地方我举了一个例子 if she就是is 就避动词提前了嘛 那么she就是那个人 your girlfriend 她是不是你的女朋友啊 这种意思 那讲完这个一般疑问句当中 大家会想问说 那有没有不一般疑问句 没错确实有 那么英语当中呢 这个不一般疑问叫做什么呢 叫做特殊疑问句 其实非常好记啊 完全就是跟中文对起来 其实没有难度的 而且这个英语当中呢 就是他这个也叫做special questions special questions 表示特殊疑问句 那么这个特殊疑问句呢 当然就是不能用yes or no回答的 因为它是特殊的嘛 所以他问的问题呢 往往是针对比较具体的句子当中的 一个部分来问 所以就是不能用是或者不是来回答 是要有具体的回答 那呃 因为啊 他这个问的时候 是问这个句子当中的具体部分 那么比如说你问到人的时候呢 会比如说谁 问到在呃什么时候的话 那就是说呃什么时候 什么时间 那么这些就是什么时候 谁什么地点 这种词呢 叫做疑问词 那么英文当中这个疑问词呢 往往都是wh开头的啊 所以也就是就是说什么呢 是以特殊疑问词开头的这么一个句子 疑问叫特殊疑问句 所以这个特殊疑问句呢 也可以称为叫wh questions 而是这些以这个wh开头的单词开头的问句 叫特殊疑问句 那么特殊疑问句 这个地方我对吧 小手又出来 大家请仔细看这个红句子啊 不是红句子 它这个地方呢 是特殊疑问句的一个句型 其实特殊疑问句呢 也总体来就是分这个呃 句句型的话呢 它有四个句型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只是给大家讲的一个最常见的 之后的句型呢 小宝老师会在其他的章节中慢慢带出来 那么这个地方呢 首先是最常见的一个特殊疑问句句句型是什么呢 就是我刚刚讲过特殊疑问词 比如说谁 在哪里 或者什么时候 特殊疑问词 然后加上b动词 咱们之前说的基本型是msr b动词 再加上主语 然后如果有需要的话呢 大家其他一些补语都是ok的 那么刚刚的这个例句我说的是 is she your girlfriend 她是不是你的女朋友 那这个地方如果是特殊疑问句的话呢 就可以问 羊的意思的话 就是什么呢 就是谁是你的女朋友 那么这个地方谁这个特殊疑问词呢 就是who 就是who 所以你看他是以wh开头的嘛 所以就是who是谁的s 加上b动词 那么your girlfriend 就是什么呢 前面加is 因为不是你 是你的女朋友 其实还是第三人称嘛 单数 当然如果是负数的话呢 就是另当别论啊 那么首先我们假设你的女朋友 只有一个人 所以说是who is your girlfriend 大家这个时候对这个 特殊疑问词的一个大致的理解 到就是有没有理解了呢 那下面呢 来看这个具体的特殊疑问词当中 哪些特殊疑问词 我刚刚说过来嘛 基本上是wh开头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比如说what 这地方又罗列出来 比如说what 表示什么 when 的话呢 表示什么时候 那么why 表示为什么 然后where whera 最后面大家可以看到 在哪里 那么who 是表示谁 然后how呢 它有点特殊 它不是wh开头的 但是因为它也是一个具体的疑问词 就是它问的是一个具体的过程 所以呢 它也是可以作为特殊疑问词来开始句子的 所以就是how 那这个地方呢 小宝老师给大家就是总结了一下 就是详细说明了一下 这个刚刚已经正好可以再repeat一遍了 大家看一下what 表示问什么的 然后when呢 表示问时间 那一般会问 比如说是at或者on 表示一个 加一个具体的时间点 比如说今天下午三点 你可以说at three o'clock 那比如说是下周 下周一就是明天 就是on Monday 下周二十明天 on Tuesday 就是加一个具体的时间 那why我刚刚说的 表示原因 就是问为什么 基本上呢 回答的时候 because表示因为 这种感觉 where表示哪里 是问地方 而who呢 是表示问谁的 然后呢 我刚刚说过的就是表示怎么样 刚来那么这个构成的话呢 这个地方就是说之前也给大家讲了什么呢 就是这些特殊疑问词加上msr的避动词 这里面不是msr都加 那是根据后面的情况来判断这个地方的避动词应该有哪一个啊 然后再加主语 后面如果有需要的话呢 可以讲其他的部分 大家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 什么情况呢 就是比如说啊 这个大家都知道嘛 这个单身男青年女青年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呢 双方往往会对吧 出来见个面喝个茶聊个天啊什么的 这个时候聊天的内容就决定了对吧 你们之间有无可能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们第一次接问的话呢 问问题绝对不能用一般疑问句 绝对不能说你喜不喜欢 或者说呃 你你是不是 通常如果女生对你没有兴趣的话呢 他就会说是或者不是 喜欢或者不喜欢 然后就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尽量应该用特殊疑问词去问具体的细节啊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具体的例子 比如说 首先他会问什么呢 what's your name what is 就是what 刚说了嘛 是什么对吧 加必动词is your name 你的名字是什么 那女生这个时候还是挺挺那个的啊 就是emma 很冷淡 没了 那男生接着再问什么呢 where 刚说过了问地方 再加一个必动词是are 因为说了you是你嘛 就是第二人生 所以是接are 就是where are you from 我们从哪里来呢 从Canada 从加拿大 那没话聊了对吧 然后呢 就强硬牵强的往下 how is the coffee how 说过就是怎么样嘛 那么the coffee 就是第三人生单数 所以这地方的必动词是are 就是how is the coffee how is the coffee 就是咖啡怎么样啊 I like it 我觉得挺好的 那然后呢 不行 就不能这样下去了 就没有对话对吧 所以来接着挖掘他 你有没有什么兴趣呢 就是what if your name hobby what's your hobby hobby 表示兴趣的意思 那女生说嗯 我想看电影 然后我想跑步 就是movie and jogging the same with me 跟我一样的 可能是哎 这男人挺不错啊 喜欢看电影 也喜欢跑步 说不定应该是一个挺有品味 对自己身材管理挺严格的一个男生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就有无限种可能 这个后来就有可能有后来了 对不对 所以到这里为止呢 小宝老师不仅仅教你英语法 还教你对吧 妖美的技能 大家记好了 那么特殊疑问句句型什么呢 就是特殊疑问词 加上被动词 加主语 再加后面如果有需要的话呢 可以加其他部分 那么当然这个给你讲完之后呢 要留了一道题目 这个大家可以在这个小宝老师的这个公众号里面 直接试试今天的课程题目 就可以查看今天答案啦 OK 那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为止啦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呢 如果喜欢的话 请记得给我按个赞哦 So see you guys on Wednesday Bye